-你那個在左邊上幫一個是左邊? -是啊 -你上次我們沒有給你 -我沒有說您沒有給我任何資助 -我說的是給的比較微股 -大使館他在第1天的時候15號他跟我說 -給你們打過電話,有給你們打電話嗎? -嗯,聯繫你 -有聯繫跟你們怎麼說的呀? -嗯,就可以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有一對中國情侶在8月份的時候到了蒙古去旅遊 沒想到男友被騙走 女友李嘉欣被強制給嘿嘿嘿 錢財也都被取走了 這個時候一個外國人除了報警之外還需要幹嘛呢? 沒錯,就是聯絡自己護照的大使館尋求協助 對吧?沒想到暖心的操作來了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事情經過的分段點評一下 我們就趕過小溪去對岸和他們聊了幾句 最後以我們要做飯為理由結束了對話 他們也開車離開了 其實也沒有想到 嗯,又過了半個多小時吧 他們就又帶著酒回到了我們NZ 這次他就不請自來 他們就直接趕過小溪 然後來到我們的篝火旁邊 等我們聊天喝酒 他們一開始就分享自己的工作呀生活呀 我們就感覺當地人就非常的熱情淳朴了 這也沒有多想 就在沒有溝通不通暢的情況下 然後聊了很長時間 也挺歡樂的 聊了一會兒我就回帳篷去睡覺了 在睡覺的過程中 我聽我男朋友講 其中一個蒙古人 又帶了其他朋友過來一起喝酒玩 聊的挺起勁的 又晚了一些時候 我男朋友說 就蒙古人邀請他出去去附近玩 也正常吧 就旅行走到那兒 就希望體驗一下當地的生活 和當地人交朋友 就也沒想什麼 我就繼續睡覺 可怕的事情就發生了 我猜測是在晚上11點到12點左右 之前和我們一起喝酒的 蒙古人悄悄的就走到了 我們帳篷門前 迷迷糊糊的我以為 我男朋友回來了 我稍微打個招呼 就想著繼續睡 嗯 誰想打開帳篷的一瞬間 我就蒙住了 是那個蒙古人 他進帳篷就開始抓住我的脖子 就讓我有特別窒息 然後就殴打我的頭部 最後他就開始把我的褲子 我開始反抗 但他力氣太大了 他整個人把我壓在了帳篷裡面 然後最後就強行發生了性關係 他還拿走了我的財物 拿走了5000塊錢和我的手機 通過一天在警局配合調查 他是拿回了自己的手機 但是現今警察的表達是 那個犯罪的人他全部給扔掉了 所以我全身所有的錢都丟失了 最後和蒙古的大使館溝通 暫時是可以資助我600塊錢人民幣 接下來我是打算在蒙古起訴這個人 好的 看完這段事情經歷 可以發現中國大使館 還是有透過蒙古警局 先給了600多塊人民幣的費用 對吧 那也就是2600多塊的台幣金額 但是中國大使館隨後 又打電話給李嘉欣 表示你為什麼要在抖音上 所謂的造謠呢 抹黑咱們中國大使館 我們帶大家繼續來點評一下吧 我第一條視頻我第一條視頻也說過你們給了我錢 我並沒有說你們沒有給我錢 我知道你們看到了我也沒有說假話 我沒有說任何假話 你不要說很好 我可以叫你們講話 我就現在去 哇 掛電話 你能想像你在台灣接 如果一個公部門不管是打給你 還是你打給他 他主動掛電話耶 我不敢想像啦 我自己在日本啊 我那時候去大阪的中國領事館外面拍片嘛 沒想到OPARA那個錢包不見了 於是我在地鐵站那邊翻譯了很久 因為當地的站務人員其實英文水平也沒有很好啦 而且那個翻譯軟體翻譯的也不是很精準 那最後我們到了警局報案 我也打電話給我們當地的台灣辦事處 我得到的是蠻多協詢的 他們事後會繼續幫我追蹤這個錢包的下落 然後他們的每個站務人員 要過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都會繼續幫我追蹤過了一個月 都會主動打電話在跟我回報這件事情 看到這個主動掛電話 這個官微啊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想像耶 那由於我找不到李嘉欣他的抖音原片 當然根據李嘉欣自己的說法 可以得知這些錢是不夠維持 他在醫院可能檢查到費用啊 等待警局調查的期間啊 是吧 所以他在抖音上說的這件事情 估計啊 他肯定是有再次求助過中國大使館 吳果才拍抖音講這件事情 那事後李嘉欣也拍片 舉例在蒙古的開銷等等費用原因 而如果我是中國大使館 再知道這件事情的話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哦 是不是真的不太夠 那是不是在打這通電話之後 還要跟他說 那我們再繼續 再補一些生活費給你 這應該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或是我們能怎麼樣幫助 而不是打電話 哎 你為什麼說真的事 你為什麼要造謠我 我給你的錢六百多塊 你也要感恩戴斗了很多了 好不好 我們接著繼續帶大家來看 關於大使館的問題 我上一條視頻評論有說到 幫助非常微博 是因為蒙古雖然是一個比較窮的國家 但是戶價是非常高的 我所在的地方只是一個村子 酒店一碗價格就兩百塊 而且周圍只有這一家酒店 目前給到的一千塊 是真的不能支持我很久的時間 其次我不會蒙語 我電話和大使館說我現在發生的事情 也沒有盡快得到翻譯的幫助 在入口供和了解案件發展上 受到了很大的阻礙 目前我看不懂警局給我的任何相關文件 案件的文件我都看不懂的 很不利於我維護自己的權益 很有可能後續起訴過程中受到阻礙 同時大使館也沒有對我身體 造成傷害的事情做出保護 也沒有醫療上的援助 我只接受了警局給我提供的復刻檢查 我沒有看到復刻報告 我還不能確定我是否感染任何 語言不通確實是非常麻煩 尤其是公部門給你的一些文件 如果你透過翻譯軟體翻的話 會非常不精準 因為翻譯軟體也不見得可以 精準的還原一些文法 甚至口頭用語當地用語 當地公部門善用的一些用語 對吧 連中英之間翻譯都不見得如此精準 更何況是中文與蒙古語之間的翻譯 OK 好我們接著繼續看下去 您那邊就可以跟他們去報通 那可以就是能幫我就做翻譯嗎 這個的話我可以說您可以上網去查看一下 我們這個領事保護指南 就是說我們這個實力館這邊的不能 直接給您提供翻譯服務 這個國家是有規定的 或者說是為您支付律師翻譯等這種 您各人應該承擔的費用 這個我們是在國家的規定的地方 因為我們這邊每天要接合案 我們這邊會忙於跟他們補充的人非常少 所以說我們在服務其他的人的時候 如果再去給您做這個我們這個經驗也達不到 因為現在他們說的很多意思 我感覺翻譯過來 我並不是很理解 我給他們翻譯的意思 他們應該也沒有那麼理解我需求 或者是我想表達什麼 我知道這個我們可以給您提供那個翻譯名單 但是呢還是按照我們國家規定的要求的話 就說您得這個什麼寫一個確訊書 然後我們就可以給您提供 那您怎麼能說 就是我必須簽那個書才給我呢 那我現在急需需要翻譯人員去溝通 那我不簽那個名單 您是無法給我的 對嗎 我可以把這個規定轉發給您 你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個是規定是規定 那人權這個人相關的事情 比這個規定還要重要嗎 我們可以給你提供 我們沒說不給你提供 看完這條影片 我相信不少人會覺得 簽署文件很正常啊 你簽了我就給你找翻譯給你律師 給你寫詢嘛 又不是說不給你找 你簽了就沒事啊 你為什麼不敢簽 你做賊心虛勢吧 OK 那我們現在就要理解一下 為什麼中國大使館 幫忙那些需要求助的中國人 需要簽署這份免責聲明呢 很簡單啊 因為我中國大使館 找的翻譯或是律師 如果給你亂搞了 給你敗訴了 我甚至拿了錢就跑 草草了事 那這個就與我中國大使館無關了 對吧 所以這就非常搞笑 你一個政府單位 幫忙受難的本國民眾 在海外找翻譯 你說要先有簽免責聲明 那是不是你沒有辦法去 擔保政府人員找到的人才 那我們透過這份免責聲明 上面寫得很清楚可以發現 雖然是中國政府單位列的名單 但不代表啊 這些人是有專業能力或是數值 一定水準的 他們的個人道德觀 我們政府也是不能保障的 你看看 一個政府單位說出這樣的話 你不覺得搞笑嗎 今天我中國政府幫你找的人 我是不做擔保了 那要你政府幹什麼 人民納稅錢養政府 然後政府給我的協助 政府幫我找的人才是 是他不用背書的 你搞不搞笑啊 而且中共還是常常在強調一個 例如集中力量搬擦士啊 相信島嶼國家的宣傳 每天都掛在嘴邊 中國人在海外遇到事情 中國護照可以帶你回家 中國護照一拿出來 嚇退所有敵人 中國可以幫你解決所有的事情 因為我們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那這不跟你的宣傳比起來相差甚遠嗎 這個時候又變成 我們政府找的人沒什麼公信力哦 出事你自己負責哦 OK啦 這其實也不意外 在中國前幾年乃至今 還是一堆政府背書 鼓勵大家買的P2P爆雷 或是搞了一堆詐騙案 很多民眾上訪無果耶 還有很多中國地方政府造假 紅頭文件騙取一些民眾買小產權房 最後再強拆他們的房子 大賺一筆 如果地方政府自己造假文件 賣給你他們有背書的房地產 那你基於相信國家相信黨之下 你買不買 你肯定買啊 你買的中央政府又說 你看這個都是造假假的文件 這個不合法要拆掉 那是不是地方政府要股賠 結果沒有了 我們接著繼續看下去 通過網絡查詢了發生這樣的事情 後該如何保護自己的相關材料 正好看到英國大使館 給到一份關於英國公民 在蒙古交受信心的幫助指南 其中有說明英國公民在蒙古 如果需要律師和翻譯的相關問題 並在文章中附帶相關人員的名單 並不需要公民簽署 免責確認書這樣的文件 所以我不明白確認書簽署的意義 所以沒有同意簽署文件 到17號中午1點左右 大使館的人員又在我沒有簽署 確認書的情況下 給我提過了名單 不簽署確認書也有我的擔心 我擔心我自己獨自在蒙古 聯繫律師和翻譯 可能會遭受敲鑽勒索 個人住址的洩漏 遭到二次的攻擊和報復 今天我還了解到 大使館15號的時候後 父母通過電話 威脅他們 讓他們勸我放棄維權 離開蒙古回國 我父母也是勸我別打關死了 自己湊路費回國 對於這樣的事情發展 讓我也更堅定去追求公平公正 保護好自己 維權到... OK 這個就是我說的 你看 連英國 一個甚至還有國王跟女王的國家 都敢幫民眾背書找翻譯或律師 不用簽署任何文件 這代表英國 他有嚴格篩選過人才 他敢背書 而這名女生 在蒙古沒有任何的親友 又經歷了這些迫事 對當地的機構抱持著不信任的態度 我覺得也情有可原 所以他想要急需自己國家的政府單位 來幫助他 他急需中國大使的背書 沒想到更糟的常規操作又來了 中國政府使出了被動計 找到了李嘉欣在中國的家人 並勸李嘉欣的父母打電話給他 請了他放棄維權快回國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大使館他在第一天的時候 15號他跟我說給你們打過電話 有給你們打電話嗎 連續 有連續跟你們怎麼說的 連續的意思 他們是怎麼具體說的 就快離開那人離開那不是平安他的地點 那他就這麼跟你說讓我離開蒙古 但是他沒有說讓我維權嗎 那我這個自己事情 就是我自身身體和財產都受到了這個損失 那他們沒有說怎麼辦嗎 沒有 你朋友打算他沒給你意見 就先打官司唄 那還有啥打算呢 先打完官司再看唄 這一個官司唄 那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你明白嗎 那我也得去打這個官司 我也得等他這個結果呀 那你從那兒待著等嗎 那我部門人在這裡 難道有事情 我載坐車過來 那這個錢也會沒有啊 你沒有這個錢 你憑你在那兒待的錢還要少 那兒待的錢會不會 那我現在也沒有錢回去啊 如果你們在海外被這樣嘿嘿嘿 或是自己的女朋友被這樣嘿嘿嘿 然後你又聽到自己的父母被中共政府這樣的威逼利用 甚至用經濟的問題去洗腦他 哇因為太麻煩了你放棄吧 我們放棄吧 我們遇到這個事我們就自認倒霉吧 趕快回國啦 回國最重要啦 那你會不會對自己的國家 對自己的政府 對自己的父母感到心寒 長龍飯店那裡面死的沒有生命的國旗 你們就可以這樣義憤填寅 甚至出動中國外交部發文力挺 微博更是衝了兩三個禮拜的熱搜 時不時就衝一下 一堆中國人在巴黎召開了三級會議 討論怎麼迫使長龍投降 結果在微博在抖音在快手上得到一堆熱烈反應 一個活生生拿著中國護照的中國公民在海外遇到這樣的迫事 你們卻沒有面對長龍飯店那股熱血 沸騰跟討一份公道的態度 原來一面死的國旗沒有掛在他人飯店上的這件事情 比一個有中國國籍的人在海外遇到這種迫事來的重要 那按你們這樣面對長龍的邏輯 是不是也可以說 蒙古看不起中國子女看不起中國人 所以要給他嘿嘿嘿 你們又很愛牽牆附會嘛 那也可以繼續理解為 蒙古要偉大復興蒙古版圖啦 要侵略中國啦隨便你 因為你們對日本也是這樣 日本人在中國穿河服啊 我們這邊都是有日本元素的飲料啊 那就代表日本亡我之心不死 日本又要再來侵略我們中國 那蒙古就不會嗎 那這件事情蒙古就不是嗎 所以中國政府到現在還不敢出面講這件事情 熱搜也沒有耶 為什麼?因為現在普丁到蒙古參訪啦 然後你們把重點放在哪呢 烏克蘭大使昨天去日本的經國神社參拜儒華 哎呀上熱搜啦罵啦痛罵啊 阿里加薑事件就不算儒華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小小見了 拜拜